一個敘利亞人權組織說有幾百人由於擔心受到軍隊鎮壓 所以逃離了敘利亞中部城市哈馬 據名叫《敘利亞人權療望台》的組織說 有幾十戶人家在星期四離開了哈馬市 他們表示敘利亞安全部隊星期二 在當地向平民開槍擊斃至少22人,打傷超過50人 敘利亞軍隊越過了哈馬市民臨時搭建的路障 之前哈馬市市民舉行了大規模反政府抗議 哈馬市是敘利亞人抵抗阿薩德政權的一個重要地點 在1982年,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父親動用軍隊 平息當地發生的反叛運動並殺死幾千人